現在我們討論一下如何註冊你的帳戶 我們介意分別註冊後可以幫你開機 另外你會收到E-mail 其實人人會有一條TaylorMate的連結 所以你不要亂搞別人的連結 我們就開了一條連結 其實現在由於事實上我都開了一條連結 其實做的事是非常簡單的 我需要你的Login Confidential 然後可以在你的帳戶上控制你的戶口 去到AtoAcademy Learner Lab的課程 即是旁邊就有對Course 接著你會有Module 接著你會有StudentLearn Learning Associate Service 那你第一次使用的話 可能要你按一些按鈕 例如開啟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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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這次我就不會試給你看這個 那你第一次Login就Login 第一次Login就是Login 其實你要做的事是很簡單的 你要開啟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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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啟 所以我只會要你bre 然後再追回AWS Detail,我拿回你的Key,你要把Key交給我 這樣就叫做註冊成功了,要等它撥一撥,要少少時間 我用了幾元雞的,因為我已經做了一個Level Setup 其實你要每天做完就一、兩元左右 做半個月最多了,我們現在等一等它 試試按一下DETAIL,可能在Login也會看到 按一下DETAIL,按一下SHOW 這裡有一個Key,其實我就是想要這個Key 但通常我都可以先等一等 即是來這裡再... 要等它錄燈才好 錄燈就一定是update 錄燈就按一下,讓我確定是錄燈,可以嗎? 再來一次,按一下DETAIL 再按一下SHOW,然後就爆開它 然後你再HIGHLIGHT、COPY 記得是綠燈才好,因為有時會給你一條Key 其實我們現在就需要回到這裡 你就會貼下去 那你一按,其實你就會在你的戶口上面 在你的帳戶上,你會在你的帳戶上 你會在你的帳戶上 你會在你的帳戶上,你會在你的帳戶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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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會在你的帳戶上,你會在你的帳戶上 你會在你的帳戶上,你會在你的帳戶上 你會在你的帳戶上,你會在你的帳戶上 那你應該用學校的帳戶 那你之後一定要訂閱他 之後才會收到分數 那你對地下點,你會在你的分數 現在我們要等一等 等到你,你的帳戶上有興趣可以按一下AWS 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那收到電郵了 那麻煩你收到電郵了,你便打開它 要確認可確認可訂閱 確認可確認可確認可訂閱 但確認可未必做到 以上想確認可未能夠訂閱 即是對方會有優先 如果想確認可訂閱資料 你需要加到Ad3isk account 即是按這裡,進去就能看到 我們會選擇一個服務叫CloudFormation 打FORNM,打FORNM,打FORNM 打FORNM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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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FORNM 我們用了CloudFormation的服務,寫了一個HTML的東西,幫你Counter起點東西 你算不算分呢,就好看你有沒有辦法製造一個Stack 叫做Main-Lated-Academy-Learner-Stack 如果這裡叫做CREATION COMPLETED,就能夠計算分 如果這裡有紅色的Counter,就要刪除Stack 即是要刪除Stack,再重新做一次,可能不知道Key有問題 如果真的搞不定,就要找我,去找他看看 但其實大部份正常都會看到CREATION COMPLETED 就可以OK計算分 好啦,其實登記的介紹就是這麼多